议员李翁月娥和新北市社区健康营造协会 多年来提供民众免费的健康检查 今年检查的日期分别于5月13号在三重鲜色工 6月11号在卢州的仁爱国小 提供涉及新北市超过6个月40岁以上的市民检查 费用全免每场限额200名 养成健康检查的习惯能够防止小病变大病 议员李翁月娥多年提供民众免费健检 只要年满40岁以上 今年还没有做健康检查 并在新北市社区半年以上的民众都能来报名 由马街医院医疗团队进行检查 今天特别要跟大家邀请 5月13早上8点 在我们三年报五谷王北街77号 先设功 要来办一床免费健康检查到处 第二床就在我们六周的仁爱国小 6月11日 同一早8点 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年满40岁以上的朋友 都要来参加 尤其今年未做健康检查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幸福的人生 健康检查的内容包括肝胆的功能 子宫抹片等14项功能检查 每一场都是当天早上 8点开始挂号限额200名 我们的点资内容 除了有肝胆的功能检查 有肾功能检查 也有子宫抹片检查 肺脏的检查 还有血液检查 还有尿液检查 分辨检查 还有大肠癌筛检 那乳房摄影 那视力检查 血压全部都有 可以说是 因为早期检查 会让疾病早期发现 所以议员过去在办的时候 也曾经有好多市民 就因为健康检查 所以筛检出癌症的初期 那早期治疗 健康千万别轻忽 只要及时注意 就能防止便大病 这几场健康检查的举办 也提供民众多一份保障 记者沈志勇林家珍 卢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